欢迎来到戏剧圣经 我是武昌教会的郭君豪牧师 马代福音21章22章 记载了耶稣最后荣耀的进耶路撒冷 祂是和平的君王 祂要骑驴居进入耶路撒冷 祂需要驴居 主吩咐祂的门徒到一个人家里 对祂说主要用它 就这么一句话 那人必历时让他们牵来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那样的肯定 是祂的先见 还是祂对这个主人的信心呢 主要用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见证 让我们纳闷 真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吗 事情就那么成了吗 伟大的事业就是一个单纯的回应 主要用它 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 一句话 不问为什么 不问如何 只因为是主要用 不论如何 愿我们回应祂的呼召成为祂的旅居 和平之君 耶稣骑在身上荣耀的进程 耶稣洁进了圣殿 圣殿污秽了 所以洁进了还要再洁进 若是病入膏肓了 再荣美的殿与一夕之间仍然要寝负 圣殿如此 个人也是如此的 既是长和文士 容许污秽腐败存在 却恼怒医治和赞美 这是何等的讽刺 教会是祷告的殿 是医治的地方 孩子欢呼赞美的所在 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常常被赞美充满 若不常服事人 是否也会藏污纳垢 遭致毁坏呢 求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为我们赶出钱财的迷惑 推倒眼目情欲与骄傲 让我们成为主喜悦的居所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比喻 小儿子表面的唯唯诺诺 看似顺服 内心却抗拒 以不行动来表现他真实的心态 而真儿子的表现 往往不是唯命是从 他虽真实地表明自己的反对 心中却是尊重顺服父亲 求主保守我们做他的真儿子 懊悔就是愿意顺服 顾全大局 而不单顾自己的利益 这是信心的内涵 表现在外就是我们顺服做工 求主让我们有颗柔软的心 不坚持己见才能与神同工 终人进入神的国 不论我们喜不喜欢 耶稣不能被忽略 对我们而言 耶稣是我们 撑起我们生命的基石 我们因他而存在 我们的生活因他而对齐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因他而结出生命的果实 有一天 耶稣要再来 他的出现 被所有人看见 像一颗大石头从天而降 无人能够避免 为弃绝他的人 带来必然的毁灭 为等候他的人 带来永生 而我们选择跟从他 耶稣在地上 侍奉的最后阶段 对于末世的审判跟救恩 有强烈的对比 一再地透过比喻故事 明确地表达出来 被召唤来赴天国盛宴的人多 而往往是属灵资源最丰富 机会最多的特权阶级 然而当他们不理会 甚至轻看这邀请的时候 他们必须面对的后果 是他们自己承担不起的 而那些原本不在他 首批蒙招的人群里 不论他们的行为好坏 只要愿意接受邀请 谦卑感恩地 穿上救恩的礼服 都能够进入天国的演习 对于传天国的福音 耶稣不卑不亢 倒是我们所听到的恩典福音 却常常稀释审判的信息 好像只合适古代人而已 因为太冒犯人了 最好大家都得救 地狱空了 天堂爆满 这是我们有时候 一厢情愿的想法 还是我们不再愿意 真实地相信福音的门 关闭之后 永行跟永生 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呢 这是在黑暗当中 哀哭怯使 或是要在光明中 喜乐地敬拜 我们真的要做好的抉择 被招商的人多 选少的人少 求主保守我们 所传的福音 是真的福音 阿们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旗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居铜在一处 你们解开 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事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居子 门徒就照耶稣 所吩咐地去行 牵了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搏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合上了 铺在敌大灰色 风中滴来 的生命能强松了 都要在上 走 合上了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 何忧都惊动了 这是谁 这是伽利利拿撒勒的先知 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到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说 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瞎子 瘸子 到耶稣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 看见耶稣所行的骑士 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 和善呢 归于大王的子孙 和善呢 归于大王的子孙 就是恼怒 和善呢 归于大王的子孙 和善呢 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吗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成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伯大泥去 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你永不解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 便稀奇 无花果树 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 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问他 你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做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 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 也是这样说 他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 赴命呢 大儿子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 尊着义路 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娼妓 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 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 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原户 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进了 就打发仆人 到原户那里去收果子 原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原户还是照样带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 杀了 原主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 要下毒手 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 令租给那按着石口 浇果子的原户 经上写着 将人所砌的石头 已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 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 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 必要碟碎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 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限制 第二十二章 耶稣又用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 取亲的筵席 就打发仆人去 请那些被赵的人来复习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 说 你们告诉那被赵的人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处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 请你们来复习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 一个做买卖去 其余的拿住仆人 凌辱他们 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 发兵除灭那些凶手 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 洗言已经齐备 只是所照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凡遇见的都照来复习 那些仆人就出去 到大路上 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照聚了来 言习上就做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 见那里有一个 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因为被罩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 怎样救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 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父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 穿神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须勤勉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请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如何 那谁给该撒 那谁给该撒 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 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是该撒的 耶稣说 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稀奇 离开他走了 撒度该人 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那天他们来问耶稣 夫子 摩西说 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孩子 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 第三 直到第七个 都是如此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七个人中 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她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 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亚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 就吸其他的教训 法利赛人 听见耶稣 堵住了 撒度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那中有一个人 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你要尽心 尽信 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 论到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是大卫的子孙 这样 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 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 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后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